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讨论一个话题 就是意大利的大学生有没有那种 就是觉得孔义基的长衫穿上了就脱不下来了 就有这种学历的包袱 我觉得还真没有 就是在他们找工作的时候 他们其实也清楚的知道 这个国家的工作机会是很少的 然后呢 这边的就是在意大利的中国留学生 好像也都想明白这个问题了 所以他们其实不抗拒这种 比如说端盘子的工作 或者是做服务员 做这种收货员的这个工作 就是我看到的很多留学生就是这样 或者还有些留学生在自己创业嘛 比如说开奶茶店啊什么的 就所以我会觉得学历在这边就是不是一个诅咒 就是学历是因为你想上学 所以你才去上学了 而不是因为你想找工作 然后你才去上学 那当然我们都有一定的功利心 只不过在这边就是并不是那么多 工作机会可以提供给你 然后也并不是那么多的工作 都需要你有一个研究生的学历 因为像我这个学历 我觉得在意大利也算是挺高的学历了 因为我以前带你们在Tinder上看男人的时候 我跟你们说过我特别喜欢上过大学的 对吧 因为我是发现了这边很多人是没上过大学的 包括我跟你们说过我那个空乘朋友 我很喜欢他 但是呢我估计他也没有上过大学 就是我怎么知道的呢 就是我没有问他 我看过他Facebook上的就是那个相册 如果说一个意大利人上过大学的话 他的Facebook相册里面大概率都会有 就是他带着那个桂冠的那个照片 因为意大利就新这个 就是每个学生毕业之后 就是都会带着那个桂冠拍一张照片 因为这是他们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他也没有 但是呢你看他做空乘的工作 可能真的不需要有一个本科或者是研究生的学历 真的不需要 而且意大利这边的高中是念五年 然后这个高中呢 有的高中是他们就高中类型非常多 什么艺术的什么语言文学什么的 然后还有一种 他就是我们理解上是高中 但是其实最正确的理解应该是绩效 就比如说学一个什么气修的一个专业 你毕业之后 你就这个高中学历就可以了 你也不用参加什么高考 你直接就可以去 拿着这个你的这个学历去找工作了 因为你做这个气修的工作 其实也不需要就是很很高的学历 你学过这个技术就可以了 所以说你说为了生存的话 有一门手艺 你就是能找着工作的 而且就是我很佩服 就是现在就是意大利这边的留学生 就是确实他跟我以前不一样 就是我以前大学毕业之后 就是还想着我 我真的想过就是有一天年薪十万 然后做一个office lady 就是我还会就是有这种幻想 然后就是在这边我看到留学生 那有的就是要求很快毕业 然后回国去找工作 因为毕竟国内的这个工作机会更多嘛 而且就是真的能给你提供一个 还比较体面的一个 呃在办公室上班的一个工作啊 就我是很了解他们的这个 这个求职的这个逻辑的 然后呢呃 我去尼斯的时候遇见了一个就是 我三年前认识的一个意大利的朋友啊 我们的很多年没联系过 就是facebook上就是关注过 然后他是知道我去了尼斯 然后他正好那时候也是在尼尼斯 找到了一个新工作啊 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么见面了嘛 他就问我说 大利你都要毕业了 你打算找什么工作呢 就意大利人也是这么这么去问别人的 你知道吧 就跟中国这个问法是一样的 我说我还没有找过工作 但是我还挺想出去玩的 就今年想旅游 然后他说 我跟你说真的啊 严肃的跟你说 就是你如果想找工作的话 就是你还是来北边找 就他是个什么情况呢 他是一个纯纯的佛罗伦萨人 在佛罗伦萨一直生活工作 然后现在就是去了维尼斯找的工作 他其实是很满意的 然后他跟我说就是 由于他没打疫苗 他两年没有任何工作 因为任何工作都是要毕业马 他没有 他被一针一秒都没打 然后他也就是得过一次 但是跟我说他就得过一次 就他要强调一次 因为他说有的人打了疫苗 还得到一次 OK 然后呢 就我就想 你都两年没工作了 就要我请你吃饭吧 要不这顿饭我请你 然后他说 那个公司已经付过这个饭钱了 就是那天是周六 如果说周一到周五的话 我还能理解 就是这是属于一顿工作餐 就是周六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也公司报销了这顿饭钱 然后就是他由于刚到尼斯 然后就不可能立刻找的房子 然后那时候狂欢节 民宿是很贵的 就是他那个好像几百欧一晚上 房间非常大 两个卧室两个卫生间 然后大客厅什么的 就是但是这个费用 是他公司给他出的 所以说我都没有 就是从来没有知道 我觉得意大利的公司 还有这么好的员工福利 然后我就非常惊讶 他说我告诉你 在在托斯卡纳 在佛罗伦萨 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公司的 不可能有这样的公司 给到员工这样的福利的 但是在北边就有 所以就是我要跟你说的 就是你毕业之后 你如果想要有工作 想要有自己的一个事业 你就搬到北边来 你感受完就是佛罗伦萨的 这个文艺复兴的 这个所有的一切 你就搬到北边来 这就是意大利朋友 给我的一个忠告吧 就是当然我也不知道 他还上没上大学 但是我真的感觉 好像很多工作 是没有硬性的 一个学历的要求 而且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的一个偏见 就因为我虽然读过书 但是也没有读过那么多 我就觉得呢 就是西方的一些文学作品 就是你看他老是 一些故事的展开 都是因为这个人他有钱 就比如说 傍慢于偏见那个达西 达西其实非常有钱 当然是祖祖辈辈 就是传下来的这些土地 让他可以收租金 你看他不需要上班 不需要打工 所以他就有很多时间 去搞对象 这种有钱人 你但凡就是说 情商高一点 对吧 你肯定有谈不完的恋爱 对吧 还有什么可以干的 除了玩 就是谈恋爱 对不对 所以就是基于他有钱 所以这个故事才能立得住 不然说一个穷穷潦倒的人 也不想跟他发生什么 尽管他可能有非常美好的品格 但是这个故事 就不会成为女孩的一个梦 再就是你看基督山伯爵 也是因为突然有钱了 然后才开展了 这个复仇的故事 再看中国这边 我觉得像聊斋志义这种 就是给我们每个人造了一个梦 就是如果这个人努力读书 有一个好学历的话 那今天就是跟大美妞 谈恋爱 大美妞实际往你身上铺 对不对 就是这个事情 不是给男的造了一个梦 给女的也造了一个梦 就是我们都会觉得 就是有一个好学历 就是你好好学习 就是今后人生是会非常美好 就是马上这种三盘的 但其实现实生活中还真不是 所以我老觉得 是不是就是西方人 他没有看过像聊斋志义这样的书 然后呢 他们整个社会的体系 就是也没有什么科举制度 就是你如果是想出人头地 那很可能 很可能是 比如说你祖上 曾经是一个什么贵族 突然你继承了一个什么遗产 然后你出人头地了 就是一切所有的这个故事 精彩的剧情 都是在你有钱之后 开始展开了 所以整个这个社会的这个氛围 就不太一样 对学历的这个渴求度 就是你拿到学历之后 就是对自己未来生活的这个憧憬 就不太一样 不像我们中国人 可能真的是对学历还是比较迷信 包括像我这一代人也是这样 就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真的就是有过很多幻想 不过经历了这么多社会的毒打 包括现在我就是那个简历 也断了三年了 三年也没在职场工作 所以我真的对于找工作这个事情 我都没有什么心里没数 然后总是今年先玩呢 就是能能 如果有工作的话 那当然是是最好的 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先出去去见证市面 然后至少是我还有一个自媒体的账号 如果说我今年能够出去玩的话 我一定多多跟大家分享 我在路上的这个经历 当然我一定去一些 就是你们可能就是没去过 或者想去还没来得及去的地方 今年下半年 大家就可以见证 我成为一个真正的旅行博主了 好了 今天就聊到时候 我是戴琳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恰恰 因为我们下个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